大家好,我是喜爱美食猫 今天咱们做一个小炒牛肉 牛里肌肉 来给它改刀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还是老化手 洗干净,吃得放心 洗好来把水分给攥干 加一勺底盐 来一点蚝油 加一个蛋清 再来一点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这个肉腌上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小炒牛肉就讲究了 这个牛肉的肉质区华 必须得加这个蛋清 还有这个淀粉锁住它的水分 配菜需要准备葱姜蒜 葱没有买到那就不要 小米椒还有这个小芹菜 姜和蒜全部切成片 姜蒜用来爆锅 这个小芹菜 只要杆不要叶 切成小段 计可 小米椒也切成小段 这两样东西特别能增香 锅烧空气降入中油 油温烧到五成热 就是筷子伸进去 筷子周围冒小泡 把牛肉下进来 快速划散 牛肉炒变色 捞出控油备用 另起锅倒窄油 姜蒜爆香 下小米辣 大芹菜 下牛肉 加入生抽 来一点白糖 小炒牛肉做好了 开店开店 先来尝一下味儿了 一会儿再弄点主食 牛肉很嫩 味道刚刚好 稍微有一点辛辣 小米椒 没人 我也 嗯 炒了个土豆片 拖了这个磨 这 没有这 这手面 一皮咱上去 简单的南瓜肘 好 不 哇 好吃 老汗 嗯 我吃 presence 忘了吃饭 还是要吃清淡点 吃椰子看 吃椰子 去看吧 这也太大了 上那碗 来说看 还要吃吧 还要去吃了后果 还是去吃了后果 你还比啥啊 你还比啥啊 爸还要做个不得过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